从原始捕捞到科技养殖 从被动粗放到精致发展 蔚蓝的七鲁海洋正变成海上粮仓 国内首座深远海智能化坐体式网箱 长津一号正在市运营中 目前正稳坐在山东长岛大青岛海域 据了解 作为目前中国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网箱 长津一号最大设计池水30.5米 养殖容积6万立方米 意味着每年能养1000吨鱼 设计使用寿命10年 相当于100个普通网箱 当地时间7月18日 记者跟随我爱这片蓝色的国土 网络主题活动采访团 来到渤海深处 实际探秘这座海上粮仓 它的六万立方米 养殖1000吨 要是黑鱼跟黄鱼 就是黑菌鱼 黄鱼还有 就这两种相当 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这个 要是在这个摩索 这个简单好像透月十万年前 看一看 然后在最后再透露 长津一号集成了网易自动提升 自动投耳 水下监测等自动化装备 日常仅需四名工人 即可完成全部操作 通过大数据技术 长津一号可实时反馈海洋水文信息 监测数据 是全国首个与保险公司实现的监测数据 实时分享 首个通过美国传奇社检验和语警检验的网箱 让海洋牧场真正从资源消耗走向绿色可持续 从近海走向深海 投入域面以后 有自动投耳机 自动投耳机 然后就是说首域 或者是就是说管 首域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榴台交车控制 有开管控制 不用硬工 不用硬工来操作 我们这个天然二条特别丰富 就是说下面是小域小霞特别多 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很烧味 耳料什么很烧味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吃小鱼小霞 就跟那个整上海里边 一些野生鱼没什么区别 此外 卫石旅游业与渔业结合 往向上方建筑采用别墅设计 采用高标准中国风专修风格 一共游客休闲锤钓 体验高科技养鱼 能复兽的 用一笔 没 Going 就像